大家好,我是珍聰,今天想做叉烧酱排骨 因为我不想吃外面的烧热排骨,所以自己做 今天这块排骨大概是1,000克,2磅左右 这些是雪藏排骨,2条葱,2棵芫荽,5粒蒜 叉烧酱,海鲜酱,薯喉酱,蚝油 还有玫瑰露酒,玫瑰露酒是蒸水,如果不好就差很远 还有蜜糖,蜜糖是差不多做好时,我们做面子的液 首先,今天已经找了一些淡盐水浸泡了 浸泡了之后,大概30至45分钟,看看骨骨的冲度程度 因为它是在冰格里拿出来的,如果预先一晚,就将它放进冰冷水 普通的冰冷水,让它慢慢溶雪,不用浸泡15分钟 浸泡完之后,按摩了一些血水,让我给大家看 其实,我已经浸泡了一个多小时的水,但你看到还有水 我就准备了这些抹手指,先浸泡一浸泡 因为,如果不浸泡,那些水,虽然我浸泡了很多水 如果不浸泡,那些味就不能浸泡,记得浸泡 这里,这里有一块衣的,其实是撕了一块衣 如果不撕了一块衣,就不进尾了 为什么这次和平时有点不同呢? 我没有倒起酱料 因为酱料,如果你倒起了,黏住玻璃盆 就比你放进去,所以我这次就是直接盛 那直接盛,叉烧酱,叉烧酱 我们就用2汤匙的,有点色 因为我不想吃外面的红薄薄的醃料 好,先放在这里 另外,海鲜酱 有些层次味,我们会放海鲜酱 海鲜酱是因为池筋问题的 你们就用另一个池筋拌进去 否则,你会放2汤匙 1汤匙 炉姜酱 4汁 1汤匙 另外1汤匙蚝油 1汤匙 叉烧酱加蚝油 3汤匙 叉烧酱 3汤匙 1汤匙 2汤匙 2汤匙 醬汁已经完成了 按摩一下 葱、芫荽、蒜 先按摩一下 先按摩一下 不要怕骯髒 骯髒就做不到事 要么就带那些厨房手套 那就没那么骯髒 按摩一下 如果用猪骨可以吗 可以的 但就好像肉不够吃 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用烤箱做 这么少的肉 好像很浪费 可以用 但如果猪仔骨 就不用加那么多酱 因为肉就薄些 吸醬 吸得快些 这些肉基本上是比较厚 所以就会 要多些 咸 另外 为什么不切一条 切一条 一条 一条 如果切开了 肉汁就会跑出来 到你吃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多肉汁 而且比较柴 好了 好了 那你做了这个 那我会把这些 放进去 不用切 因为切太小 等会我们要撕出来 其实要浸尾 你撕出来 你刚才可以切开三段 你不要像我这么粗鲁 那你家庭主书 会比较粗鲁 那你撕出来 就会粗鲁 那要不然 你就可以 可以 就说 切碗 一刀 切三下 那 叉一下 那另外 你说 我的蒜头怎么办 蒜头就要拍一拍 那蒜头就要这样 不用 不用 切碎 因为你撕出来 很艰难 我们最主要是想要 一些味道 进入猪 那里 好了 那五粒 拆了它 接着就是 扭回猪 出来了 这样 就放在面 这样 拌一拌 其实呢 底面 都有放点 好点 因为就是 我们想要有味 底面 你用这些 这样的 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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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 弄好了 又有点味 好了 你不要立刻弄 因为它这么厚的肉 很难醃到入味 现在拌完之后 用保鲜纸包住它 包住它 之后 就冰一晚 最好 要一晚 最少都要六至八钟 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冰一晚 那我就冰一晚 明天再和大家说 一常以往 这些猪肋骨 我都会用淡盐水 浸一浸 最好 最好 就是放在下横 就溶了雪 但我这次也懒 所以放在冰箱 再拿出来 就用盐水 那就要浸久一点 大概我会浸三分 三十分钟 浸一半个小时至四十五分钟 按摩了它之后 水就变了很多血 清洗后要去后面的盐和膜 要不然你腌不入味,我会腌掉 腌了再给大家看 腌了一晚,就在冰箱拿出来 记得不要立刻在冰箱拿出来焗 否则有机会焗不熟 所以我一早拿出来,就放了两个小时 等冰箱的冰箱走开,就会焗熟 否则有冰箱的冰箱,就会焗不熟 有机会令猪骨焗不熟 如果是婴儿骨,180度焗至两个小时 这骨骨大很多,我估计要两个半小时 如果想焗柴火,就要两个小时 看看是否可以 只要焗的时间,焗得多久 现在拿起所有芫荽葱 先拿起所有芫荽葱 先拿起来 不然手不骗,就用保鲜纸 先拿起来 拿起来 看到很多水,不要拌 我们会用一根小时,把芫荽葱 先拿起来 放到一根小时,把芫荽葱 放在这里 先把芫荽葱 放在这里 先把芫荽葱 放在这里 先把芫荽葱 放在这里 烤一下 最后,可以直接烤 切到一条条 因为它油的水 基本上不用直接烤 转烤 转烤 180度 慢慢 烊烤 先把芫荽炒熟 烤炒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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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汁加蜜糖水 放在这裏 放在烤盘上 放一些牛油脂 不需要抹餐膜 放在烤炉 预热烤180度 烤至2.5分钟 搅拌均匀 剩下的鱼 搅拌均匀 放入烤炉用220度 烤10分钟 然后反转再烤5分钟 烤好了 看多漂亮 不像店鱼 现在先试一下 把鱼肉抹熟 现在先试一下 那个味道 很厉害 感觉很热 好了 我先拆一下 拆一下 再试一下 就试下 吃剩一條骨 好入味 大家擔心不入味 不要緊 我們用醬汁剩下的 怕味道不夠 可以煮滾 點回骨 這樣也很好吃 大家嘗嘗 想它更漂亮 就直接用蜜糖油上 我不喜歡吃這麼多糖 所以就混合醬汁油上 一來適合好一點 二來不太甜 大家也嘗嘗 很好吃的 拜拜